近日,韩媒展开了对GYP三大女团如何发展的讨论。 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Twice续约的情况下。 N-Max出道碰壁,导致GYP只能再度依仗Twice,在个人资源上做出让步。 目前,Twice成员林娜莲完成了solo出道, 据悉,随后还会推出Twice小分队,让部分成员尝试综艺和演戏, 尤其是Sana和周子瑜。 她们得到的资源应该是非常之多的,所以Twice续约是大概率事件。 由于Twice如今依然是寒流Top女团, 所以如今Easy和N-Mix的处境就非常尴尬。 而此次Easy的回归就至关重要了。 前有Top女团Twice,后有年轻师妹N-Mix, Easy似乎是毫无可能成为主力女团的存在。 若是Twice的统治力依旧存在,那接班的肯定就只能是N-Mix。 这倒不是说Easy的实力差,而是因为新女团有年龄优势。 不过因为N-Mix出道取LL的人气和口碑并没有获得太好的成绩, 所以市场又给了Easy一次机会。 当然,Easy有如今的处境并非偶然。 在推出Easy的时候,N-Mix就已经进入到了选拔,随时待命出道。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初,Sami突然离开GYP,本来占据Easy一个出道位, 她突然离开,所以便要找其他练习生来补位, 那个人就是N-Mix的预备成员申友娜。 这就是为什么申友娜的年龄会那么小的原因。 其实,Easy和N-Mix并不在一个分布, 这是两个团队独立运营的女团。 按理说,她们之间不会存在资源倾斜的问题。 可是,但凡了解韩流乐团的人就知道, 新老交替是不会因为所处分布的不同而互留情面的。 毕竟GYP就是一个会倾斜资源和粉丝的娱乐公司,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大概是MixA秀智给GYP带来的影响太重了, GYP在面对Twice和Easy发展过程中都是直接打包运营, 没有重视成员的个人发展。 Twice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团体当初实在是太爆了, 发展团体的收益远大于运营个人。 不过,Easy的情况不同, 成员们完全可以尝试以个人的发展带动团队热度。 Easy作为GYP在2019年推出的女团, 出道Della Della出道即巅峰, Easy也一度被认为是五代女团中的扛把子。 再加上先后推出了Easy, Not to try, Want to be等热门歌曲, 一时风光无限, 让外界以为他们会像公司前辈Twice一样, 躋身韩国顶级偶像组合之列。 只可惜, 没两年, Easy就哑火了。 究其原因不少网友认为是歌曲质量下降, 以及让人无法理解的装造。 Easy有五个人组成, 其中由黄理智、 申刘珍、 李财岭、 申友纳的强项是舞蹈, 只有崔秀智一个主唱, 这意味着他们的舞台表现力更强, 但如果一旦遇到难唱的歌曲, 可能就会很灾难。 Morphia in the Morning这首歌, 将他们的不足完全地暴露在大众面前。 在歌曲质量下降的同时, Easy近几年的装造也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大卧残加大腮红, 颜值直线的下降。 今年2月, JYP发文表示, 将与环球音乐集团旗下Republic Recordies加强战略合作, 让Easy在全球获得成功。 韩美对于JYP这样的发声, 普遍理解为, Easy要为师妹团N-Mix 让出韩流市场, 或者说是让出JYP的资源。 更重要的是, 因为不是主力女团, 所以即使Easy闯美失败, JYP也不在意。 不过, Easy无论是歌曲风格还是成员形象, 都非常适合闯美, 进舞团还能全开麦。 再加上Easy继去年发行的迷你四集Guys Who, 首次进入美国公告牌Bearboard200后, 同年9月, 又凭借正规一集Crazy in Love 创新了自身最高纪录, 排名榜单第11位, 也证明Easy获得了韩流市场的认可。 而且, 这也是Easy唯一能逆天改命的道路, 一旦他们在欧美市场获得成功, 那他们真就可以摆脱实验团的命运。 对此,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